今天全台各地回到了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 白天刚完美月中午过后局部的午后雷震雨 预计明天的天气状况跟今天很类似 随着风面逐渐的往南移动逐渐的远离台湾 各地回到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天气状况 但是中午过后局部地区特别是在靠近山区的地方 就会开始出现午后的大雷雨了 特别提醒靠近山区的农友们要多加留意强降雨的状况了 那么另外海面还是比较容易会有一些强震风的状况 提醒您从事海上作业活动要多加注意安全 那么今天农业小丁尼特别提醒种植番茄跟百香果疫病的农友们 要多加留意番茄跟百香果疫病了 像是最近很容易出现局部的强震雨跟强震风 这样子的天气状况很有利于让这些病原体持续的蔓延跟扩散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灵患番茄跟百香果疫病的初期 会出现像照片上面这样子很像浸水般的黑点状况 那接下来很快的整个植株都有机会 马上的出现腐烂或者是枯萎的状况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一旦出现像照片上面这样子的疾病的时候 要赶快的把整个植株移除掉 而且尽量的避免气质在田间 以免它变成病原体的来源之一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 使用药剂的时候 要多加留意药剂的安全期 特别提醒大家要摘除 接下来的果实的时候 就要多加留意是否会有一些农药残留的状况了 务必要多加留意了 那么另外也要特别提醒种植水稻的农友们 最近田间的湿度是比较高一点的 潮湿闷热的天气状况 很有利于像照片上面这样子的白叶枯病 或者是隧道热病的情况发展 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加强田间的卫生管理 以免会有疾病扩散蔓延的状况发生了 好那么在接下来天气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目前在台湾北方的海面上面 接下来这几天都会持续有一波封面云气滞留 虽然说并不至于直接的南压影响台湾 但是却会为台湾各地带来比较不稳定的大气条件 再加上西南风带来暖湿的水气 所以现在看起来接下来这几天恐怕都是会以午后雷震雨为主的天气形态 而且雨势恐怕会蛮明显的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天 其实中午过后在靠近山区的地方都有机会发展出来一些午后雷震雨 越靠近山区雨势会越加的明显 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这几天 其实白天各地都是晴朗延润 但是中午过后却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震雨 也要特别提醒山区的农友们多加留意午后雷震雨的强降与强震风的状况 提前做好保护的工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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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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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